好 大家好 觀眾 今天的同事大遊行是要登場囉 那我們可以看到 雖然呢 現場是下著一點點的雨 但是呢 還是有許多的人來共襄盛舉 穿上他們自己最喜歡的服裝 扮上自己最喜歡的樣子來參與這一次的活動 那其實呢 在現場可以看到 有許多的家長是帶著小朋友參與這一個遊行的喔 來聽一下 稍早的訪問 愛是沒有分性別的 然後 而且就是以我們公司的立場 我們就希望能夠讓愛大聲說 所以就這也是我們公司一直很提倡的就是多元文化 那身為就是一個家長 其實這個這樣子的文化跟這樣的精神 也是我們很希望讓小孩知道的 禮拜三來台灣特別參加這個活動 我們公司排個Floom裡面 因為公司覺得地藝很重要 所以大家覺得這個很重視 所以特別過來 從新加坡過來參加 好的 那麼像是呢 除了台灣的民眾之外 還是有外國的朋友 特別為了這場活動來到台灣 希望呢 可以表達他們對同性之間的支持 另外呢 像是今年的遊行呢 也同樣是分為南北兩個路線 尤其今年的遊行主題是無限的概念 所以邀請了不同領域的專家 一起來這一邊來發聲 或者是表達說愛情是沒有任何框架 也不是有分性別的喔 所以呢 這個活動它會一直持續到晚一點喔 以上呢 就是為了你掌握最新情形 將進能還給同類主播喔 那麼旁邊的流行主題 也通常的發聲 又有什麼狀況 什麼狀況 新亡片 還有什麼狀況 所以將進行 真的做到 Memorial 玩一邊